今天我們主要是說錢 再說下一個 其實之後我就不是說排名了 有些比較出名的 譬如趙善軒 我印象中他大概大概有4000個會員 4000個會員你當他平均有100元月費的港幣 即是多少 4000個會員 100元月費 40萬1個月 那就40萬1個月了 我們說第一屆就是幾百萬一個月 第二屆就是幾十萬一個月 譬如我們說黃世柒 黃世柒課金因為他沒有Patreon 但他經常說 快點請我喝咖啡 我要喝咖啡 我要喝咖啡 大家快點請我喝咖啡 我要打破這個七大台 喝咖啡 雖然不太容易說 他的主力是靠YouTube的收入 他大概有200萬左右 自從他被人通緝之後 黃絲真的怕了 200萬就是6萬港幣 加上課金就算是十幾萬 還未介過那些偷騙拐騙的那些 十幾萬一個月了 這是第二個屆 就是十幾萬至幾十萬的屆 然後再下面就是黃俊賢 張子君 我沒有正確的數字 香港沒有格子那些 譬如香港沒有格子 六萬多年生就算是很高的 不是六萬多月生 算是很高的 但是在他們來說 這些是很難濕碎的 已經是排到很後的那些 然後我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張子君 黃俊賢 這些就是以前的商台報新聞的人 我很粗略這樣計算 我沒有很詳細計算 我想他們大概最少有六萬至八萬一個月收入 十三位 拿我的包袋來 拿我的包袋來 好 我平時的包袋 這個包袋 我老實說 我沒有這個包袋 為甚麼我用這個包袋 因為平時 老實說 如果我這樣 大家有沒有看到 整塊東西 不好看 所以我用這個包袋 隨便這樣放在這裏 我這裏不是很多 最好有口聽給我 老實說 別用來塗木板 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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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老實說 不是很多 三四疊 那三四疊一定比我多 老實說 老實說 四十萬 你可能出去追求女兒 老實說 我們這些用來做甚麼 我不會乘搭是一千塊 自己一千塊很少 一二三四 數給你看 五六 七 八 九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一 二二 二 三 二 四 二 五 二 六 二 七 二 八 二 九 三十幾張 一千塊錢 名他們 老實說 不要計我這中 miał 600 真的 我 が 天吵 Всё 是這個 天吵 chosen 怎麽 想 餵生fia 是的 玩 不了不難 老實說 那個老闆 那 pasti 當然是 那麼 Initiative 名 Rebel 。 這份 KOL const 很威風 這麼多人訂閱 又有這麼多的會費 那就給別人看 慢慢就發現不行 讓別人知道別人賺這麼多錢很嚴重 第一 當然不知道他報稅會怎麼報 第二 最重要的就是 別人會覺得你賺這麼多錢 我不用再課金給你 其實很簡單 首先第一件事 YouTuber靠什麼賺錢 你知道嗎 廣告 第一就是廣告 就是YouTube那些廣告 不是放下去你的廣告 是YouTube廣告 YouTube廣告 現在我們已經摸熟了 大概有一個比例是怎樣 就是每100萬視頻會有3萬港幣 當然不是完全一樣 有時候有很多黃標 我有個朋友做賽馬 整個都被黃標 100萬視頻可能只有幾千元 有些人可以多過3萬港幣 但你當平均數字就是3萬港幣 所以你只要找到KOL一個月有多少視頻 你大概猜到多少錢 我真的很慘 看到 我老婆給了一條廣告 我說 不想是吧 從2019年3月4日開台 都未至於這麼少過 其實我之前已經不得過 每一個月都在那裡結 但是 也算了 開口跟別人欺負 次次跟別人欺負就有一點 我求求你們 我求求你們 按著真臺師就倒閉 我求求你們 我求求你們 課金給我們 我真的希望有一次奇蹟 我不要多 每人10元可以了 6000多人 每人給我們散開 我們快要頂不想順了